在繁忙的生活裏面 有時候我們忽略了與自己相處的時間 日出日落 即使每日平凡過 只要我們慢下來發現當下的美好 其實我們都可以擁抱快樂 我的名字叫Carmen 我是在嘉道理農場裏面做藝術教育主任 我本身也是藝術家 這個展覽叫《日出日落》 這個展覽分了一年 21日和片刻 一年其實就是記錄了我 過去一年我有一個習慣 每一天都會在一本寶仔畫一些很簡單的畫 希望自己可以觀察多些身邊不同的事物 可能是大自然 植物 動物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感受 希望可以用一個畫筆 簡單的線條把它放進一本寶仔裏面 好像就變成自己每一天和自己的對話 21日其實就是一種好像自我的體驗 將自己放鬆 用我的觀察 有時候用我的耳朵 有時候可能用一隻手去捉摸 我將這些感受去收集回來之後 我就創作了21份不同的畫作 很多人說21日就可以去開始一個習慣 我很想看看21日這個習慣 可不可以將我自己和大自然再重新去連結 線性的一種繪畫方法 其實就好像一種冥想 片刻就是一個15分鐘的邀請 希望大家可以由這裡出發 用15分鐘利用一些很簡單的線條 不同的不足出去探索大自然 去建立一個和自己對話和大自然對話的習慣 這個藝社其實就在嘉道理農場的下山區 其實我們後面就是一個大霧山 有一個種了很多本土樹木的森林 我很喜歡去看那些小草 或者是一些街磚 可能城市經常都看到 有些小草生長了出來 當你停下來去看著它 去將它畫了出來 其實就應有把聲音跟你說 可能那個就是希望 那一看